韩国喜剧演员刘尚武今天上午被爆料因涉嫌性侵而接受了警方调查 对此刘尚武的经纪公司表示否认 称所谓强奸只是九州上的闹剧 负责人称刘尚武不久前与女友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喝酒 结果酒过三旬后刘尚武与女友发生小争执 女友一气之下就报警证自己遭到了性侵 在警察赶到现场后刘尚武和女友向警方解释只是喝酒后的闹剧 警方在了解实施后就离开了现场并没有对刘尚武进行调查 不过警方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在凌晨三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 确保了报案人的安全并掌握了附近的监控 原本打算今天上午传唤刘尚武进行调查 但是早上八点多报案人又打来电话取消了报案 不过警方仍会对此事进行调查 以确保报案人不是因为受威胁或其他原因取消的报案